1 2 3 2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 週五晚間現身桃園機場 要飛往美國參加國防工業會議 原本要出席的是自家主席柯文哲 卻因為金華城案被羈押 改由黃珊珊上陣 我們直接訪問了 如果保證他看到正常就好 說是正常就好 但現在民眾黨爭議事件 幾乎都和黃珊珊有關係 身為前台北市副市長 之前多次參與金華城便當會 出國前一天他趕緊開記者會 曾有金華城不是都更案 是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案 試圖洗白 但說完就飛離台灣 不免讓外界有疑慮 在海外種種做危機通連 檢連根本無從掌握 放任案件的重要關係人 自由的出入境 難道沒有疑慮嗎 為何黃珊珊始終是不動如山 好像有金鐘罩鐵布山 黃珊珊今天了不起啊 停權後啊 越做越像黨主席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啊 他們的這個不管是懲處啊等等 好像都讓人家覺得啊 就是看起來像一回事 其實就不是那一回事 黃珊珊身為 柯文哲進選總幹事 就是因為假賬風波遭停權 現在卻依舊扮演黨內核心 不過最新才被週刊爆出 選前三個月 柯正營突然密警湧入境 兩億匿名現金捐款 黃珊珊前幾天客廳會開掌 在甩鍋會計師端木正 我們這麼多匿名是為什麼 因為有人懶惰 後來我說那還是有人 有收到他說 有打電話來的他們都有記 這是什麼鬼 又是會計師偷懶 你們台灣民眾黨有什麼東西 沒有物質的能不能讓我們知道 黃珊珊一則夾天子以令諸侯 貝琦現在都跟著她走啊 又出來兩次記者會說 柯皮完全是合法的 現在所有的小草會對黃珊珊認為 黃珊珊才是對的 即便戰爭令諺會期內還是堅持出國 黃珊珊動作頻頻 不斷上手仇喊話 是為黨還是為了黨主席大衛酒力 備受外界關注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 兩次記者 請到公關小明圈 一大元 兩次請到公關 二次請到公關 鏡頭 我們請到公關